好,各位下午好,我是俊良 對 一開始想,我剛剛在後面觀察到大家 因為我覺得一個下午其實真的蠻不容易 邀請大家屁股摸一下位置 然後你可以站起來 你現在可以站起來,然後帶著你的墊子 往前,坐後,往左坐都好 就小小的讓自己身體做一個小小的牛動 對對對,你可以移動一下 對,或是換到另外一個角度 坐到對面,然後這邊的那個 木椅區也可以坐 對,因為我知道大家坐蠻久的 也是蠻辛苦的 好,阿記得要坐下喔 我們可以往前坐吧 好,我們可以往前坐 你要趴著,你要趴著 來,坐坐坐 大家坐著 嗯...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所謂的職場 這兩個字 你想到他,你想到什麼 職場 打卡 打卡 還有呢 都可以 職場兩個字 給你馬上連接到的關鍵字 有什麼 上班 賺錢 興趣 哇,這個不容易 還有呢 很累 OK 今天那時候在分享主題的時候 我想說 這四個字我覺得也不難講 應該說不容易講 對,但是尤其在工作 你有工作在的時候 尤其你在跟同事之間 或是在辦公室的時候 有些話不一定可以在辦公室說 但是離開了之後 其實有些話要直話直說 那我們今天其實來聊一聊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在整個工作的歷程當中 不管你選哪一份工作 或者是你在創業 你都很像在下一盤棋 而這個棋喔 它的遊戲規則 然後最終 你有沒有玩過大盤的那個象棋 就是 就是拘衝馬鞋炮跳嘛 對不對 然後 最後你把對方吃掉之後 然後勒 吃掉對方的降跟帥之後 就結束 然後再玩一盤 有沒有很像 你在某個工作 然後就是 越級打怪 然後不斷不斷的 爬到同一個位階的時候 在那一刻 你突然開始思考 那我好像 我還要繼續做什麼 這時候你可能就 換了一個跑道 然後再下另外一天的象棋 有這種感覺的 可以跟我舉個手 應該都是已經出社會了 OK 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份工作 其實在 比較特別 就是我的工作 算是少數在台灣唯一的一兩間 我們在做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聽過張老師 有 我做的事情 像是在企業裡面的張老師 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很多很多的員工 他們如果在生活當中 遇到任何的疑難雜症 就會打電話進來 然後我們二、四小時 要接聽他們在工作上面 或是生活上 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 其實那時候 在那幾年讓我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 哇原來人真的工作 工作好像佔據我們 可能每天三分之一 以上的時間 可是這三分之一 以上的時間 其實他會受到 更多更多 你三分之二以外的時間影響 就是你下班之後的生活 你跟人的關係 他都會間接影響到 你在職場上 生活上 各式各樣的點點滴滴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發現 哇很多 因為我那時候服務很多東西 都是大客戶 那些大客戶 他很多人可能 的確薪資很高 可是最後窮結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問最多 我們調查統計數據出來 第一個 他覺得人生 第一個少了健康 第二個 少了時間陪伴 或是做他人生中 很重要的事 那時候我就會 開始思考 哇我才二十出頭 我聽了這麼多 人生可能已經走了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人 最終他們 扛勝的事 我那時候開始擔憂 所以我很慶幸 我開始下班之後 做一點不一樣的事 那時候第一次來焦點的時候 認識阿楓 認識以前的焦點的朋友 那時候開始開啟 我才知道原來我可以 不只是一個很單純 上班下班打卡的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是我過去就是這一年 我比較幸運 過去這一年我大概 飛了十五趟 從芬蘭瑞典 然後中國的成都 然後到馬來西亞 就是這些地方 去我給自己一點的時間 去看看這個世界 看看這個世界 有時候他不一定是看 而是其實我覺得最真實的 就是你跟當地的人 聊聊他的很日常生活 他的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我還記得我印象很深刻 我第一次去芬蘭的時候 遇到一個作業員 應該就是那種便利商店的那種店員 然後去跟他聊天 聊一聊 我就問他說 不就很好奇嗎 說你們這樣子一個月工作的薪資水平 大概是多少 就是薪水 大家有沒有很好奇 有人知道嗎 芬蘭 我那時候聽到 我有點嚇到 我就嚇到他掉出來 一個月九萬塊 台幣 就是就是 就是在那個 收營園 對 就是我那時候才開始思考 那我在講另外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個案是這樣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早上三點鐘要起床 四點鐘要到早餐店工作 然後呢 工作到下午兩點之後 要備料備隔天的早餐到六點 六點之後要去做機場接送 當Uber司機 然後一個月的薪資這樣算下來 折合台幣大概不到兩萬塊 馬來西亞 一個人要做三到四份工作 才有辦法養活他的生活 所以 當我走出去 我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 在這樣的國家之間 其實它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存在的 當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很意識到 我們怎麼 那台灣呢 我就很認真 我就去思考 那奇怪 那台灣的未來怎麼辦 先來給大家看 天降雜誌本 我那時候看了蠻久 最近大家應該都常聽到 不管是AI啊 Big Data 大數據 很多的關鍵字 可是其實這些關鍵字 有時候 我們好像都被 我們這一年是不是被AI 嚇大了 這一年一直被恐嚇 一直被恐嚇說 機器人來了 我們要被取代 然後開始被很多很多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除了 你好像被嚇到以外 其實我們可以 稍微理性客觀一點 去看看一些 額外的東西 最近前幾天的新聞 大家有看嗎 行政院院長 我說五萬塊 這個數據其實很有趣 我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有做 有做人 然後我也有幫一些公司 做那個薪水的部分 我去看一下 這個網站 大家可以去看 這個網站 跟行政院院長 講的不太一樣 對 這個稍微 可能比較 真實一點點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是 當我們在看這些數據的時候 可以慢慢慢慢去雷清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待會會 會很快的 帶大家看一些 台灣比較真實的現況 第一個 前5%跟後5%差了快7倍 差了快7倍 OK 第二個 大部分 大家知道我們整個台灣 新資結構 大概坐落在 哪個範圍嗎 將近都是在25000到5萬 在網上就很困難 如果你上班族 就是整個這樣的結構來看 所以這個東西代表的是 它有些東西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說的 那個棋盤 當我踩進去的時候 它是個遊戲規則 不是你今天能力的問題 我們有時候在看那個就是 104人力銀行上面的職缺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履歷沒有被看見 或是沒有被找去 有時候不一定是你能力的問題 而是 它的整個招募的流程 其實你並不在那個系統裡頭 你不一定會被看見 而且百分之可能六七十真正好的工作 不會放在人力銀行上面 對 今天可能阿峰他要找一個 可能他工作公司裡面很重要的人 他不一定會透過人力銀行 他一定是先從身旁的人認識 有沒有可以推薦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其實大家開始從學校離開之後 傳統我們會習慣性的總額人力銀行 但是其實上去看 不要只是看你覺得你要找什麼工作 其實應該要去看的事情是好 那客觀條件來講 我的生活結構應該要怎麼樣 那很多人知道中國大陸都說 哇最近很多人往那邊跑 可是這是他們最近這幾年慢慢 大家有知道這個地方嗎 對 乘以人民幣是多少 跟台灣 大家覺得有落差嗎 已經 基本上甚至有些地方其實已經超過我們 可是這個東西 這些數據 大家先放在心裡 好 這件事情大家應該有都聽過對不對 有多少人花了一點點時間 你可能花兩個小時以上 然後很認真的看一下這裡面發生什麼事 有嗎 OK 不多 好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自己有在做Airbnb 然後有一次我中國大陸的朋友 就來住我的那個房間 我們就聊說 哇 到底這件事情對你們而言的影響是什麼 他是一個英文老師 他是一個英文老師 然後他教國小 就是他們那邊所謂的小六的學生 你知道他們小六的學生的畢業的考題是什麼嗎 請問你的影帶一路的看法是什麼 他們的國民教育 小六 對 我那時候很震驚 雖然不管他你會怎麼改 甚至其實有些老師他都不知道 但是因為他要改考卷 所以他要不要去了解 所以這件事情發生 我那時候聽到我在聊天的時候其實蠻震撼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所有每一間學校 但是他已經從上到下一個政策的推動 他往下扎根到你一定逼迫你要去了解 那這個東西不是說我們好像 因為其實我們在台灣所有的言論資訊非常非常自由 可是我們很常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聽到一個資訊之後 然後我以為我知道 然後就過 然後我再接受一個新的資訊 但其實我並沒有好好的把這個資訊放在我腦袋當中 花了一點點時間去消化吸收整理 內化成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他跟我的關係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尤其我們很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型態 日復一日的時候 這樣子的情況其實越來越多 所以再往下看 我那時候也花了一點時間去瞭解 那東南亞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知道 有人查過最近上伊林市人力銀行找工作 有沒有看過十萬塊以上的薪資 他的只要是十萬塊以上薪水 他的工作都分布在哪些地方嗎 本人都不知道 都在越南 接不在泰國 對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樣子薪資水平以上 很多都在這些地方 那看到這些東西之後 還有可能有些人知道TPP跟RSAFE 就這對可能大部分的學生可能很陌生 可是慢慢慢慢我們現在自己 以前是做人資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群組 我們這群HR每天都性驚膽跳 比大家還擔心 因為我們連自己都很擔心自己被淘汰 所以我們在群組裡面 每天都有人發 到底現在整個國際的發展什麼政策 對人有什麼影響 然後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研究 哇台灣不在裡面 台灣也在裡面 北韓也不在裡面 那再往下 最近不是報稅嗎 再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最近報稅的總人口 大概坐落的薪資 有沒有跟剛剛前面的薪資 其實很接近 那這件事情 最終這些所有薪資數據 導致原來行政院院長說的 其實滿有道理的 滿有道理 5萬為什麼5萬 因為可能7個人裡面有一個人領20萬 其他人領25萬 所以這個就是背後數字看過來 好那講了那麼多好慘 跟我有什麼關係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2016年大家知道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老人跟小朋友 產生了一個黃金交叉 就是小朋友比老人家還要少 所以我們這個世代就代表 我們以後 第一個下面沒人養 上面要養很多個 對 第二個 還是要談一下 前陣子不是有談那個 勞基法一粒一休 吵了非非養養很多人去抗議嗎 那這件公實的事情 其實慢慢 我不知道 你認為合理的工作時數 對你來說是多長一天 對大家來講 每個人心中不一樣 我覺得創業的人 他絕對沒有答案 創業的就是他一旦開始了 他就沒有停過 對他連睡覺都在想 如果他瘋了 對 那這件事情其實想跟大家分享 前提在於我們知道這些東西 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很多人說 很多啊 厭世代 然後覺得我們這個世代如何如何 講了很多評論 可是 我們也要小心自己 當我們看不起年輕人 那一刻開始 我可能就變中年人 對 不管是房價也好 快速帶 前面講這些東西 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花了過去這一年 看了這些東西之後 原來我才知道 如果這些東西我在五年前 十年前 其實各位這些數據 網路上有沒有啊 其實都有 可是我們很常習慣 吸收別人 整理完的東西 甚至 我並沒有去消化吸收 所以我過去這一年 給自己一個功課是 我去看 到底這些數據背後 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 而不是看到這些數據 哇薪水好低 好可怕買不起房子 然後我就很恐懼 什麼都不做 然後開始反正每天 我就過我日常生活 那這樣其實那就很可惜 這樣就會非常可惜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關我什麼事 大家可以開始把這句話 放在心中 這個關我何事 不是關我屁事 關我屁事是一種 把事情退胎 莫無關心 關我什麼事的時候 我開始產生好奇 前面幾位夥伴 講得非常非常的好 有非常多的工具 幫助各位做質疑 分析 分析你自己到底 對什麼有興趣 跟什麼東西有連結 你平常喜歡 花什麼時間 在什麼事情上面 這一切都跟 開始有關 到底什麼東西 跟我有什麼關係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客觀很重要 就是你知不知道 到底大環境 發生什麼事 而這些大環境 發生這些事情之後 你才有辦法知道說 我自己回到我人生 可能五年後 十年後 現在跟我沒關 但三年後 可能跟我有關 就好 可能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能 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電腦 還慢慢慢慢起來 網路可能 最近這幾年 然後在手機 社群媒體 這樣的世代變化過來 其實我們都 很少很少 有機會停留下來 去思考 那下一波的變化 在我們還沒去到之前 我們現在有什麼事情 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 第二個 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 勇敢質疑 包含我剛剛 上面所分享的那些數據 它也不一定是真的 大家有沒有辦法 去獨立思考 判斷說 到底別人講的東西 第二跟我有關 那這問自己一個問題 第二個 那如果是真的 我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那這些問題 背後的觀點又是什麼 我覺得 思考自己的人生 職涯生涯 其實不外乎 就是先從關心開始 開始跟我有關係 我才會開始重視 如果你今天可能 一輩子不想走RD 不想走工程師的人 但是突然之間 一個工程師朋友 跟你聊他的coding 你覺得你能夠聽超過幾分鐘 可能三分鐘五分鐘了不起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 他談的東西 背後跟你有關 你可能會開始有興趣 所以人其實是這樣 你要找方向之前 如果你不刺激自己 這件事情 可能跟我有關 那你可能就聽不進去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 剛剛談那麼多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的 今天他談很多東西 可是問對自己問題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怎麼問對自己問題 就是如果他跟我有關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以前跟阿峰公司的時候 我每次跟他討論一個東西 他都會問我一件事 所以呢 現在要做什麼 對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在職場上面 它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跟訓練的過程 如果大家 為大家其實在 不管你未來選擇哪一個工作 別人沒告訴你要做什麼的時候 都問自己 那我下一步可以做什麼 這件事情會幫助你 不是停留在困境 而是你開始在回圈當中 找到一個 你往下走的一個連結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 還有一件事情 這一輩子 你不可能靠你自己一個人 單打獨鬥 你一定要有團隊 你一定要有夥伴 你一定要有一群志同盜合的人 那你怎麼來 你一定要在一個好的環境裡頭 所以類似像焦點這樣的環境 它可以帶到你看到很多很多 所以離開學校第一個問題 絕對不是找工作的問題 我們也是在跟很多人分享 你離開的時候 然後你就習慣性被問說 那你接下來要找什麼工作 其實這個問題很可能你就問錯了 因為找工作 它是最後的一個action 它是從離開學校到找工作的 中間這段思考脈絡 其實它花一點點的時間 去找很多很多的資訊 而且是對的資訊 而且這些資訊 最好不要在你離開那一刻才找 對 所以一切就從學會提問開始 身旁的人 所以我每次都很鼓勵大家 就是你今天到了一個新的場合 你就準備一個問題 問問看你旁邊的那個人 這個問題很有可能幫助你打開一些 你過去從來沒想像的東西 最後我想跟他分享 當你認為這件事情跟你無關 你就不會有自己的觀點 當我們沒有自己的觀點的時候 你就不會看到重點 當你沒有重點的時候 你就很難知道你接下來生活重心是什麼 你就會成為這樣的循環 那當你沒有生活重心 你就很難問出好的問題 你也不會問對自己問題 問對別人問題 當你沒有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他的每一層其實是有連結的 很多時候我們老師在學校上面講說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原因是因為這件事情跟我沒關 我沒有找到他的關係 但真的無關嗎 如果無關老師不會在上面講 老師一定看到跟我們有關的東西 或是朋友會給我們建議 一定代表跟我們有關 但是我們卻沒有去背後思考這件事情 背後他真正關聯性什麼 那這關聯性其實來自於你不可能靠自己 你一定要在一個對的場合 開始開始去累積 所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現在的企業 公司願意培養我們 真的要偷笑 因為現在公司導得比文化還要快 真的是 這是很很很現實的一個條件 所以大家其實要這一輩子要思考 你現在已經不是進入一個 你在找工作的時代 現在開始要去做的事情是 我無時無刻理解自己 我要去學什麼 那我覺得AI現在已經開始自學了 那我們從出生就會了 對 所以這些平台是我花了一點點時間 就是我以前在過去離開職場之後 我就讓我的手機或是我的電腦 裝了這些東西 那我開始去看 不是叫你所有的都看 我只是鼓勵大家 你開始去釐清 因為這些他們都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線上的自學 不管是海內外的 那你從他的點閱率 你就會知道 原來為什麼大家最近都要學這個 那他到底在學什麼 而不是你看了很多 短篇的一些訊息文章 然後幾句話 教出你三個重點 五個重點 十個重點 你看完文章 你還是不知道在幹嘛 對 所以鼓勵大家花了那些時間 與其那你真的去找一個 可能跟你有關的東西 好好的學 而且東西都非常可以重複使用 這是剛剛很多人提到的觀念 不管你在哪一個slash 這個slash 你要撇下去 真的寫下去的過程 那個前提是 那是要扎根的 真的是要扎根的 所以我從來不相信 你從來沒有當過一個好的員工 你很難真的 就算這個員工不一定 你真的要所謂的上下班打卡 而是你可能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你有花了曾經一點點心力 在某一件事情上的累積堆疊 那一份責任跟態度 他才會造就你之後 如果你要創業 或者是你要在某個領域生根 你才能夠熬得久 不然你很容易就三分鐘熱度 這個三分鐘熱度 真的就會變成很多人 現在所謂的假邪槓 那真的很恐怖 因為別人真的有深度的人 問你兩三個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回答不太出來 那個時候你心中就會開始慌 對 最後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下面是我的工作生涯 就是那上面是我自己 在工作以外做的事情 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我們可以花一點點的時間 在你下班之後去參與 跟你從來無關的事 開始參與那一刻開始 你才會發現 原來你的人生 不是只有傳統以前 你在你的學校 你的社團 你的領域看到的事情 如果我覺得 我在2013、2014年那時候 沒有來參加焦點的活動 其實我生命中 不會有那麼多的連結 我不是要幫焦點打廣告 但是我認真覺得 像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跟把握 因為尤其在台北 台北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可能2008、2009年 從學校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根本沒有像這樣子的活動 對 那現在虛擬跟實體越來越多 對啊 焦點也六年了 給焦點一個掌聲 以上最後是我今天的分享 最後我想送大家一句話 就是我那時候在選擇我的質押 我只告訴我一件事 一個沒有自我的人 不知不覺會成為他 不想成為的人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每天有一點點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這是一個警訊 但是不要讓自己困在哪 走出來 問任何人都好 然後開始問問自己問題 對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